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曲盘听由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景昭 我是王师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陈秋林老师 其实我们本身 跟宝珠阿妈她的太太 我们上去跟她有直接的接触过 所以那种感觉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是完全靠想象的去揣摩 这些情境跟画面 所以这种音乐故事其实是很重要 对一个聆听者 或者是一个演唱者 它其实是都很重要的 没错 所以今天这个人物制里面 我们对陈秋林老师的音乐作品 对我们来讲 也因为这种关系 好像跟我们非常的密切 对啊 就是五十三的师母 可以透过师母去跟我们讲解 讲述一些更多陈秋林老师的一些 一些小故事 甚至一些小八卦 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对不对 小八卦你这样 小音这样 给你逼逼逼 不会啦 还好 我觉得这个陈秋林老师 跟宝珠阿妈 他们本身在这个整个人生的路上 虽然一路辛苦 可是我觉得做了很多 很值得的事情 对 甚至他有很多音乐 都会被一些那种 让你说的戏曲班 官艺班 他们都一直被采用 对 因为他们就是厚大 对 虽然本身创作的这歌曲很多 他听起来可能都会有一些 歌仔戏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元素在里面 对 所以本身还可以拿来当歌仔戏的元素来使用 对 所以像陈秋林老师 或者是首董老师 他们那时候后来过去 胜利唱片公司 创作这些小曲的时候 小曲类型 这些小曲的威力 已经撼动到 克伦比亚不得不低头 真的 对 连克伦比亚在1937年的时候 都要学他们 不然我们也来唱小曲 唱个小曲这样 对 因为不得不低头 因为听众就是喜欢 大家喜欢啊 对 就是喜欢这种气候 那他们也想要跟他在小曲上面 对 跟他一较高下 对 没错 我们的也不输你们 没错 可是我认为 在小曲上 克伦比亚实在是很难 可以跟胜利批底 因为毕竟在胜利 有陈秋林老师 有首董老师 有陈水柳老师 他们的小曲的能力 他们的奥带 太强了 太强了 你要赢过他们 除非是他们又跳回去 克伦比亚 对 所以 对 本身是做这个领域出来的 是 像还有一首 圣灵还有一首叫海平风 海边风 海平风 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 现在听众可能都很陌生 可是我觉得以小曲类来说 像我听过那么多小曲 我觉得比如说 像我们在讲的小曲最具代表性 就是我们你说的白毛丹 对 可是我觉得像这首海平风 它其实也是值得 要被记载传唱的一首 对 尤其他又请了堪迪 堪迪 堪迪是什么样的 他们其实都是唱歌的一个歌手 他们在唱诠释这些小曲 他们的味道就是特别的不一样 他们就是说流行歌手 或者是这些唱小曲的 他们的诠释的方式 还是会不太一样 那个韵味 对 那个韵味是一个流行歌手 可能无法去取代他们的 了解 那不然我们先让大家来听听看 嗨鼻风这个小曲对吗 是的 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聊 这种完全不太一样 跟一般的我们这样听到 比较欢乐的那种跳舞的那种 对 或许听众会觉得说 这个好听吗 可是在那个时代的氛围 小曲的趣口 在那个时代 他们是被听众所接受的 比较接近他们日常生活上 可能常常有机会听到的 因为你要想 在那个三明年的 在街头一两天 to弹技antas 他都是久年 在那裡大公圈 月琴 在那裡念歌 他們的生活周遭就是這種 這種音樂類型 所以比如說我如果在路邊 聽到有人悠閒 你笑路滑滑 你笑海邊風 很正常 就是一個流行 可是以我們現代人 當然是比較沒辦法去感受 就好像我們如果 把它變成時空 拉成現代 你在街頭上逛街 聽到有人彈吉他 在唱現代的歌曲 很正常 一樣的道理 所以有時候 是一種時空的 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為什麼 海平空 我們現在來聽 好像不太能接受 可是在當時 那是主流 對 沒錯 所以你看像 還有一首 我們剛一開始在講的 這個 抹刷春仙 抹刷春仙 沒錯 抹刷春仙 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 是用那種寒虛 他們在唱的 我第一次聽到 還有那時候我記得還有那個 以前看那個新聞有沒有 就是氣象主播啊 他們在最後的時候 在播報的時候什麼 台北今天的天氣是什麼 台南是什麼 晚間新聞嗎 還是什麼 晚間新聞也會有啊 就是會有那個 抹刷春仙的那個旋律 旋律對不對 對 就只有那個melody 像那個歌仔戲 也是用抹刷春仙的那個melody 你這樣說我好像有 印象呢 對 就是 或是一周天氣有沒有 或是明天天氣 就有一個背景在那邊 對 就有一個背景的旋律 就是抹刷春仙的那種背景 還有我記得好像還有什麼 賣房子的廣告曲 賣房子的廣告曲 抹刷春仙的旋律 也有抹刷春仙的melody 這個我比較沒有聽過 我從小就是一直聽到這個melody 可是我可能不知道他的歌名 那是有時候 比如說長大一點以後 我聽到了比如江慧啊 黃怡玲 他們在唱抹刷春仙 對 我才知道這個旋律 不就是我小時候聽歌仔戲 或是聽廣播節目什麼什麼 或是看電影 看電視節目 對 就是有那個melody 聽那個melody 已經刻印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沒錯 所以當我看到這個 鐵吉古唱片公司 他們的那個廣告曲的目錄 因為比如說我看到了 這張專輯 這張歌單 或是一個宣傳單 它會有抹刷春仙 你才會知道 原來這首歌那麼久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說 那誰有這張曲盤 你才會發現 原來這張曲盤還沒有出現 可是它的melody 一直在每一個世代 一直在影響我們 這個很想不到 這個真的很想 這個我們都比以為說 這個應該是可能 這個音樂的檔案 有這種參考檔案有留下來 所以我們才會就 聽到這個旋律 我們應該是 一路跟著前人的腳步過來的 就想不到它是透過 口耳傳唱的方式 譬如說是冠那般 他們唱 一直流傳下來 還是說有一些喜歡音樂的人 自己自彈自唱 慢慢流傳下來 才後來被我們所知道 這首歌 那它真正的原曲 是透過還沒有出土 好期待 這真的很期待 我自己都很 一直在幻想 那我們今天知道用一個 可能是有幾百種 不同的版本的 莫阿松阿春席裡面 我們挑一個版本 來帶大家來回味一下 這首歌曲好了 好的 我們先聽 再回來跟大家聊 這個太熟悉了啦 這個旋律一聽就很多置物的畫面 像你剛剛講那個 可能氣象預報 對 它就是只有那個旋律而已 沒錯 因為我小時候我是看那個 《冠魚》有沒有 它也會唱到 所以它也是被歌仔戲 給使用在這個裡面 在沿用的 對 那因為畢竟 陳秋林老師的這個melody 很適合戲曲的這個 太符合了啦 對 因為它是厚中 厚台出身的 對 它是厚中出身的 所以它的melody都很嚇到 哇 了解 所以今天我們也是借用 人物質的關係 來大家重新 帶大家重新認識 這一位很了不起的音樂創作者 陳秋林老師 對 好 希望今天 這個安排的節目 各位聽眾朋友們會喜歡 那麼因為時間的關係 要跟大家說拜拜啦 那相關的節目內容訊息呢 請各位聽眾朋友們呢 可以上城市廣播網來搜尋 同時也可以透過IG YouTube Podcast等連結來重聽 另外聽眾朋友們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到木歌音樂工作室 以及曲盤 聽講文化工作室的 臉書粉絲專頁來留言 我們留待下次相見 拜拜 拜拜 曲盤聽游記 由文化部影視局補助播出 帶您重溫古早味的台語音樂時光